朋友们好,我是周延老师 咱们本次视频课的内容是 减数分裂和遗传规律的核心要点集训 主要就是给大家呢 把这几方面的提醒进行一下 归纳巩固 包括减数分裂 包括基因分裂定律提醒 包括自由组合定律提醒 好,下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咱们针对性的题目 这是一道细胞分裂实图的问题 也涉及到一些数量的识别 来,咱们首先把每一个图像都给它确定好 是什么分裂,什么时期 第一个呢,应该是有丝的后期 有丝的后期 因为你会发现它是有同源染色体的 上面有两对同源染色体 下面有两对同源染色体 这是有丝的后期 那圈四呢,应该是减二的后期 虽然它俩呢,在行文目的上是一样的 都是要把姐妹,原本的姐妹给它分开 但是呢,这个圈四很显然已经没有同源染色体了 因为在减一的时候,同源染色体呢 已经分加了分到两个刺激细胞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圈二,这个呢,比较典型是减一的中期 要减一的中期,一对同源染色体还在联绘 然后呢,到减一后期的时候呢 这个同源染色体就要分离了 然后圈三呢,应该是有丝的中期 有丝的中期 所以三的后一个时期不就是全一吗 好嘞,这是动物体内细胞分裂各个时期的图像 这四个图,我们呢,来看一下选项 A,次细胞名称是次级经母细胞或者集体 这个呢,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不能断定它到底是雌性动物呢 还是雄性动物 所以在减二的时候 如果是雄性的话 那么它就是次级经母细胞 它的细胞质是均等分裂的 如果是雌性的话 那么它的集体在分裂的时候也是均等的 但是它的次级卵母细胞在分裂的时候 细胞质是不均等的 且不具有同源染色体 圈四肯定是没有同源染色体了 这个呢,是正确的 而必,动物的卵巢或者膏丸中 有可能同时发现上述四种细胞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在膏丸里面 而晶圆细胞它自身也可以进行有四分裂增值 当然也可以发生减数分裂 各个时期的细胞都有可能出现 然后C选一下 一二三细胞中均含有八个染色单体 你们注意 一细胞是不是已经没有染色单体了 只要着丝粒一分裂 一条染色体成为两个子染色体 那染色单体就没有了 所以呢这个八条单体这个圈一就不符合 其他的像圈二、圈三它都有单体 而且是四条染色体八个单体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一二三这三个图里面都是八个DNA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C选项是错误的 4D选项图二所示细胞状态 往往导致非同源染色体的自由组合 那么在减一的时候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同源染色体分离 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 4D选项呢 没有问题 这道题咱们选择C选项 来同学们 这道题是非常典型的考察 大家对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 它的一个分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点的考察 我们的减数分裂 它在减一是同源染色体分 非同源染色体组合 自由组合 然后呢在甲二的时候呢 分开的是原本的姐妹 所以一定抓住要点 甲二的时候 它的次级细胞产生的两个 比如说精细胞 它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是五个精细胞 这五个精细胞判断至少来自于几个初级细胞呢 你们注意一下啊 精细胞 我们找一模一样的精细胞 你看二和四 它的染色体是不是都是大白小白 它俩是来自同一个次级的 二和四是来自于同一个次级 而且跟二和四同时产生的另外一个次级细胞 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一呀 就是大黑小黑呀 另外一个也是什么 大黑小黑 大黑小黑 所以同学们看看 这四个精细胞 它是不是可以来自同一个初级细胞呀 可以吧 同一个初级细胞里面含有什么呢 含有一对大黑大白 一对小黑小白这样的两对 然后呢 它在减一的时候呢 大黑和小黑组合到一起了 大白和小白组合到一起了 所以这两个次级细胞再接着往下分产生的精细胞 不就是两个大白大大白这个小白的 两个大黑小黑的 是不是就这种情况 哎 同学们呢 一定要把减一减二 它的染色体的一个分配关系 把它搞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记住 我们的最终的精细胞是两两相同 不考虑交叉互换的话 两两相同就完事了 然后他们看 既然它们三个可以来自于同一个初级细胞 同一个精元细胞 那我们再来看看三和五可不可以来自同一个呢 三和五呢 是大白和小黑组合 大黑和小白组合 看来也是OK的 也就是说 三 跟三同时产生的那个精细胞 也就是说 三和谁来自同一个次级细胞呢 应该是 大白小黑呀 大白小黑呀 它俩来自同一个次级细胞 然后五呢 五和五同时产生的 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精细胞 那个染色体组成嘛 那就应该是 大黑小白 大黑小白 所以你看看 这四个精细胞来自于两个次级细胞 其中有一个次级细胞是什么呢 是大白小黑的染色体 另外一个次级细胞是大黑小白的染色体 所以它们可以来自于同一个初级 因此我们分析着至少需要什么呀 需要这两个初级细胞 因此咱们的答案应该选择2B选项 同学们这是核心问题 如果咱们学减数分裂 连减数分裂 它的染色体的分配关系都搞不清楚 相当于没有把减数分裂过程学明白 好吗 这是要点 同学们的一定要掌握 来同学们 这道题呢 还是减数分裂过程当中 染色体的分配的问题 他说一对表现正常的夫妇 生了一个孩子 既是红绿色毛 又是这种综合症患者 也就是说有三条性染色体 有两个X染色体 那我们要注意 这个时候咱们呢 还要看好了 这个染色体上有对应的基因 有红绿色毛基因 我们把它写一写 表现正常的夫妇就应该是 X大AX横线和X大AY 红绿色毛是半X隐形遗传病吗 既然他能生出有红绿色毛的孩子 说明这个母亲应该是携带者 应该是携带者 现在这个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染色体 组成且它是红绿色毛 说明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X小AX小AY 可是母亲只有一个X小A 说明什么情况 说明在母亲-2的时候 那个两个X小A怎么着 没有分开 进到了同一个卵细胞里边去 那两个姐妹 她不是应该有X小A X小A这是一对姐妹吗 这个姐妹她着色力分开之后 变成两个孳染色体 两个孳染色体都是X小A 但是这两个孳染色体 跑到了一个卵细胞里面去 所以我们推测 应该病因出在什么时候 出在母亲的什么呀 -2呀 应该是母亲的-2 父亲照旧给了她一个Y 父亲的精子是正常的 但是母亲的卵细胞里面 有两个X 且这两个X都是X小A 好不好 这道题呢 我们选择A选项 还是在考察大家 对于我们减数分裂过程当中 染色体的分配 有没有掌握的非常非常的透彻 好 这道题呢 我们选择A选项 这道题呢 是一个负等位基因的 遗传规律题目的考察 咱们遗传规律里面会涉及到各种非典型数据的这种题目 那这些非典型数据是怎么出现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咱们有常见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负等位基因呢 比如说不完全显性啊 比如说致死啊 比如说多对基因的时候 比如9331的变形啊等等 我们呢 来看一下这道 这个负等位基因的问题 他说呢 喷瓜的性别是负等位基因这三个基因来决定的 那么大D对于A加 A大D对于A加是显性 A加对于A小D是显性 上下位关系 显影关系 告诉大家了 然后呢 只要是A大D的就是雄性 所以A大D的都是雄性 你甭管A大D另外一个A是什么 可以是A大D A大D 当然也可以是A大D A加也可以是A大D A小D都OK的啊 然后呢 他又说没有大D 有A加是雌雄同体 好 雌雄同体 也就是说 只要有A加就是雌雄同体 那A加你至于是A加一加呢 还是这个A加A小D呢 随你的变 反正就属于雌雄同体了 因为A加对A小D是上位关系 是显性 然后剩下的是雌性 雌性是什么呢 是A小D的就是雌性 那也就是A小D A小D这种基因型的它是雌性 好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A 喷瓜的性别分别由不同的性染色体决定 很明显人家说了这是基因型来决定的 不是性染色体决定的A错误 二B 雌雄同株的喷瓜群体进行随机授凡 雌雄同株的不是有两种情况吗呢 A加A加这种情况的 还有A加AB 在整个群体里面这两种情况可能同时存在 哪怕这个群体里面只有A加A加或者只有A加AB 整个群体里面按理来说他们都占一面的比例有两种情况都存在 是吧 他说进行随机授凡 进行随机授凡那就是可以自焦可以相互交配都OK 他说这个子带存合子与杂合子的这个比例是1比1 同学们来看看呀 这个A加A加 它如果自焦的话 后代是不是就都是存合的 那你再加上A加AB呢 A加AB如果它是自焦的话 是不是后代有一半的存合 一半的杂合 后代是A加A加还有A加AB还有ADA1比2比1嘛 其中中间的那个2也就是四分之二二分之一是杂合的 剩余的A加A加ADAD是不是都是存合的 你会发现如果它纯粹的只是它的话 那后代都是存的 如果纯粹的只是它的话 后代是一半存的一半杂的 现在他俩混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还是纯的比例高呀 子带纯的比例高呀 对不对 只要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丁点A加A加的存在 再加上A加AD 那肯定是子带纯粹的比例会更高一些嘛 纯粹只有A加AB的时候 是纯粹各占一半 那你再搭上点A加A加呢 那是不是纯粹的比例就高了 对吧 哪怕咱们给它分成三种情况讨论 这个群体里面只有A加一加 那后代全都是纯的 这个群体里面只有A加AD 那后代是什么呢 1比1 如果群体两种情况都有 那肯定也是后代纯的多一杂的 所以他说子带纯的杂的1比1 这是不是不准确啊 OK 2B选项错误 然后我们看C选项 这俩家伙杂交产生的后代表现型 熊的雌雄铜猪的是3比1 有同学在这开始 老师我算一下吧 我这遗传图解 然后后代A大D A大D A大D A小D A加A大D 这仨全都是熊的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还在那算半天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bug 同学们 这个家伙和这个家伙都是什么 都是熊猪 所以熊猪和熊猪 都是精子产生的 它们不能交配的 好不好同学们 所以这个C选项呢 我们认为是错的 雌雄铜猪可以自交 雌雄铜猪也可以跟熊猪杂交 也可以跟 雌猪杂交 是不是啊 那么 雌的跟雌的 它没有办法杂交 雄的跟雄的 它也没有办法杂交 好吗 那我们只剩下了四地选项 可选了 看看四地选项 是不是正确的啊 若有两株喷瓜杂交产生的后代 包含以上三种表现型 两株喷瓜包含 紫带包含三种表现型 那就是A大D和A小D 那么两株喷瓜杂交 和A加A小D 你们看看 只有这种情况下 后代能出现三种表现型 后代这三种表现型 是什么呢 是A大D A加 A大D A小D A加 A小D 以及 A小D A小D 必须得出现这三种情况 如果没有A小D A小D 它就出不来 雌的 如果没有A加 以及 比如说A加A加 A加A小D 它就出不来雌雄同诸的 对不对 所以 我写的这种情况 基本上是 咱们能找到的 两株喷瓜杂交了之后 后代出现三种情况的 这 唯一的一个杂交组合 好吗 同学们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俩是 这个熊的 熊猪 然后这个呢 是 雌雄同诸的 一份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 雌猪的一份 所以它说表现 是 二 比一 比一 这个呢 是正确的 这道题 咱们选择 私立选项 来一起分析 这道有关致死的题目 那致死呢 有可能是 基因型致死 也有可能是 什么的 这个配子致死 都有可能 咱们看 题目里面的具体情况 看看 因为致死的存在 那 咱们典型的数据 发生了哪些 变化 现在说的是 豌豆 杂核子 大一小一 自焦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以下的哪些情况 那么它的数据 有哪些变化 我们逐个选项进行分析 A 若自焦后带 基因型比例是 231 可能是含隐性的花粉 你就把它想成精子 就OK了 50%的死亡造成的 那我们就按着这个选项 去看一下 它说的这个数据 对不对 含有隐性基因的花粉 那它是自焦嘛 既做母本 又做副本 假设这边是母本 这边是副本 这边 卵细胞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它说精子 卵细胞1比1 正常 然后它说精子的话 隐性的 50% 死亡 那50%死亡 就相当于 它剩下1分之1 它还是意外 那这个比例 应该就变成了多少 同学们 就变成了2比1 所以精卵结合产生的后代 就应该是 大A大A多少 大A大A2 然后呢 大A小A 1乘1 小A大A1乘2 加一块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加2 3 是不是 应该是3 然后小A小A是多少 是1A 这个数据能对得上 所以A是OK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2B选项 2B选项 它说如果 自焦后代的基因型比例是 2比3比1 可能是隐性个体 有50%的死亡 那A对了 是不是 2B就错了 如果隐性个体 原本 咱们是 大A小A 大A小A 后代是 大A大A 大A小A 小A小A 1比2 比1 那如果是隐性个体 50% 死亡的话 这儿剩下 1分之1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2比4 比1 才行 对不对 不是2 比3 比1 好吗 同学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C形象 若自焦后代的基因型比例是 441 可能是含隐性基因的配子 50%死亡 那我们再继续写一下 大A小A 大A小A 50%死亡 也就是说 隐性这个 也是50%死亡 那就是2比1 对不对 它剩下1分之1 它还是1 那比例就是2比1 然后这边呢 也是大A小A 2比1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个受精 得到的子带 应该是 大A大A 大A小A 小A小A 大A大A 是不是2乘2得4啊 然后呢 大A小A 大A小A2 小A大A2 加一块也是4 然后最后小A小A1 这个呢 也是对的 C选项 也是对的 然后看4B选项 如果自焦后代是 121 可能是花粉 有50%的死亡 好同学们 整个的花粉 有50%的死亡 假设这边是母本 这边是副本 那么它软细胞 没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呢 精子的话呢 是大A小A 它整个有5%的死亡 并不是说大A 死亡50% 或者小A死亡50% 所以你这儿是1比1 你这儿原本是1比1 它剩下2分之1 它也剩下2分之1 那还是1比1啊 不会影响后代的比例情况 但是会影响后代的总数量会减少 是不是同学们 总数量会减少 那比例上呢 还是1比2比1 跟我们那个典型数据呢 还是一样的 就是大A横线 然后那个小A小A 3比1 其中大A大A大A小A小A小A 121这样的情况 所以4D选项呢 也是正确的 这道题 咱们选择2B选项错误 来 同学们一起分析一下 这个两对的题目 它的基因性和表现性的对应关系呢 也不是我们平常 所熟知的那种最基本的对应关系了 它说西葫芦的皮色遗传中 已知黄皮大B绿皮小B 在另外一个白色基因大A存在的时候 大B和小B的表达都受到抑制 那只要大A存在 我也甭管你黄皮绿皮基因了 你统统都表现为白色 现在呢 让他俩进行杂交 咱们呢 可以用惩罚原则 惩罚的这个原理 直接给他算出来 那A这一对 同学们能知道 它的后代 这不是相当于字交的吗 它的表现型 A这一对后代的话 那就应该是大A横线 这个小A小A 3比1的情况 是不是啊 应该是占4分之3 4分之1 然后呢 B那一对的话呢 就是一个侧角的情况 子代就是大B小B 小B小B 各占1分之1 有没有老师 后代的表现性种类及其比例 我知道啊 那个表现型的话 就是这边两种表现型 这边两种表现型 乘一块就是四种表现型 但是你得把题目里面的新信息用进去啊 人家说了大A存在的时候 甭管你大B小B了 都不表现 都是白色了 所以呢 我们把它写一写呗 嗯 它应该是大A横线 大B小B 这是我们原本认为的 它应该是4分之3乘以2分之1 应该是8分之3的比例 对吧 那我们原本以为的这是双显 还有呢 就是大A横线 小B小B 呃 是4分之3乘以2分之1 也是占8分之3 我们认为原本这应该是显隐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还有呢 就是小A小A大B小B 这个不占8分之1吗 隐显 然后呢 小A小A小B小B 占8分之1隐隐 OK啊 有没有老师 这不是四种表现型吗 然后3311吗 啊 当然不是啊 你要对应上咱们题目里面 给的新信息 因为我发现只要大A在的话 它是不是都表现为白色 你这大B小B都不表现了 啊 你的黄绿都不表现了 那个颜色 所以呢 它应该是6分 然后这个的话 没有大A了 啊 是大B基因 那就应该是黄皮 对不对 然后呢 没有大A了 是小B基因 这个呢 就应该是绿皮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A选项 三种表形 且比例是6比1比1 来同学们 咱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种多对基因的数据考察的题目 哎 同学们 看到64分之27 这样的数 是不是还是挺高兴的 咱们在前面的课程呢 给大家说过 啊 我们的这个整体64也好 或者是整体16也好 你看到以后呢 要特别敏感 看到这个数的话 你们感觉是什么 感觉特别像 四分之三的 什么呀 啊 三次方 是不是 哎 这个数 它就是这么来的 也就是说 有三对字交 嗯 得来的 这样的一个数 那我们来看看呗 这个题其实相当 也不用读 好像我们直接就把答案选出来 有同学 老师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这道题咱们选择 二B选项不就是三对都打和字交 能得到64分之27这个数吗 那我们好歹来读一下题吧 他说呢 这个玉米紫粒的颜色呢 有白红紫三种 然后整个的这个相关物质的合成途径 是这样的一个途径 必须有大M基因才能出现白色 也必须有大A基因才能出现红色饼 然后呢必须有大E基因才能出现紫色钉 也就是说必须是大M大N大E同时存在的时候才出现紫色呀 所以他拿一个紫玉米自交 后代出现紫色的概率是64分之27 那在这个紫玉米显然得是一个三杂合字 就是这个家伙他自交得到的后代是大M横线 大N横线 大E横线的概率应该是多少 四分之三乘以四分之三乘以四分之三 是不是就等于64分之27呀 以后看到这种比较大的数不单不害怕 而且特别高兴 因为能够又快又准把它直接分析出来 好 这道题咱们就直接选而别 来 同学们 咱们继续看这道题 刚才那道题呢 是告诉了你紫代的一个比例 然后让你去推 清代是怎样的一个基因组成 有几对 然后基因组成是什么 这个呢 干脆直接给你说了 说这个基因型是这样的两个亲本杂交 后代出现黑色子带的概率 而且呢 咱们要把基因型跟表型的对应关系 给它对应上 题目里面这个已经告诉你这个关系了 必须得是大E基因才能出现物质夹 小B基因才能出现物质义 小E基因才能出现黑色素 它不是让你求最后黑色子带的概率吗 所以基因型都是它的两个亲本杂交 也就相当于这个基因型自交吗 来 我们来看看 它相当于它自交 好 我就直接这么写吧 然后呢 我给大家写精准一点啊 这样来写 就是大A小A 大B小B 大E小E和 大A小A 大B小B 大E小E 它们杂交 然后问你后代黑色子带 占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那就应该是大A横线 小B小B小E小E 那咱们三对 它的那个整体 下面的那个分母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64 是不是 哎呀好 这个选项都是64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A横线的概率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四分之三 然后小B小B的概率应该是多少 四分之一 小E小E的概率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2B六四分之三 那么多对的呢 同学们正着算 肯定用乘法原理能够特别快的算出来 比如就是我们这道题注意一下 基因性跟表现性的对应关系就行了 然后像我们刚才上一道题的话 咱们是知道子带往回推 同学们这个数据呢 也要特别的敏感 总之多对的我们用乘法原理来解题的话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难 咱们呢 对数据敏感能够又快又准的秒杀 好 这道题我们分析完毕 来同学们 咱们最后练一道9331变形的题目 他说南瓜的子对白黄是一对相对性状 两对呢 自由组合 然后只有两个显性基因都在的时候 他才紫色 也就是大A横线大B横线 才表现为紫色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经典数据 由原来的9331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9比7呗 9是紫 剩下的都是白9比7 好 那我们来看正确的 A白花南瓜自焦 后代可能出现紫花南瓜 可能吗 白花是什么 白花是大A横线 小B小B 小A小A大B横线 小A小A小B小B 不管是这三种情况 哪一种情况自焦 后代是不是都不可能出现大A横线 大B横线 所以A选项错误 而B选项 紫花南瓜自焦 后代紫和白的比例 一定不是3比1 紫花南瓜可不可以是这种呢 同学们 大A小A大B大B 可以吧 可以 那他自焦的话 后代是什么 后代是大A横线大B大B 是不是紫啊 然后小A小A大B大B 是不是白呀 所以你看紫白比例可不可以是3比1 可以呀 怎么是一定不是3比1呢 有可能是3比1 我刚才举的这个就是3比1的情况 好 然后C选项 这个双杂合体的紫花自焦 后代紫比白是什么呢 是9比7 这个呢 是正确的9331的变形 C选项 正确 好 然后4D选项 如果杂交后代性状分离比是3比5 是不是8呀 同学们 这个8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一对自焦 一对测焦来的 这个同学们呢 也要敏感 自焦后代那个整体数据不是4吗 测焦后代整体数据不是2吗 4乘2不就是8吗 所以你看看他写的 亲本的金形形可以是这一对测焦 这一对自焦 你看 那么后代就可以是这一对测焦的话 后代是大A小A小A小A 各占1分之1嘛 然后大B小B大B小B 这一对自焦的话 那后代不就是大B横线占3分之3 小B小B占1分之1嘛 对不对 所以后代会出现一个3比5 这样的一个比值整体是一个8 那既然是一对自焦 一对测焦 可以是A这对测焦 B这对自焦 那反过来当然也可以是 A这一对自焦 B这一对测焦 是不是也OK呀 所以这个可以 那这个呢 也就可以 因为他没有明确说哪一个是3哪一个是5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去考虑 很轻松就能考虑出来 既然这个情况是符合的 那这个情况呢 也就是符合的 当然某些体里面 他要你具体的对应一下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关系 具体哪一对自焦 哪一对测焦 有的体里面是限定的 而这道题里面显然是没有限定的 好 这道题呢 咱们选择C选项 本次视频 哲老师呢 带着大家对这些重要的考点考法 进行了针对性的题目训练 包括减数分裂各个时期 它的特点是什么 图像能不能立马快速的准确识别出来 还有我们细胞分裂过程当中 染色体等那些数量分别是多少 同学们呢一定要精准的判断出来 还有减数分裂过程当中染色体的分配规律 这是一个核心要点 同学们呢一定要掌握 包括我们的一些遗传规律里面的非典型数据的题目 比如说负等位基因的题目 比如说9331的变形 比如说致死位的题目 咱们呢也进行了相应的训练 还有我们多对基因的题型那个数据呢 也要敏感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视频课的所有的内容 我们后续的课程呢 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同学们呢一定记得观看 好 本次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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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ible ате